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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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是比較兇的那個人 真的啊 對 因為老婆兇 我老婆她是一天兇到晚 可是小孩根本就是 不怕 完全不怕 她為什麼 她兇她怎麼不怕 那個飯怎麼又把它弄得到處都是啊 你那個 你吃飯吃快點 多幾點 你太太看到這一段大概會很擔憂 小孩完全就是 反正一天那樣 媽媽又不會怎麼樣去念念而已 各位好 歡迎來到大愛會客室 為您推薦的好戲《紅塵驛戰》 今天和我們來訪談的兩位來賓 首先來歡迎的是陳鮮梅 主持人全球的大愛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謝梅 歡迎吳林珊 妳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林珊跟妳溫安 在劇中呢 兩位的小孩 真的是好像比較愛爸爸會怕媽媽 對不對 媽媽太嚴厲了 嚴母 慈父 我覺得我們所有當小孩喔 有這種經驗的人 只要誰對我們兇 尤其是自己的爸爸媽媽對我們兇 都會說 我是不是你們生的 我是不是從垃圾場撿回來的 自己有小孩的林珊 現在跟孩子的互動會用什麼方式 我跟我小孩事實上 我也是比較兇的那個人 真的啊 對 妳老婆兇 我老婆她是一天兇到晚 可是小孩根本就是 不怕 完全不怕 那為什麼她兇她怎麼不怕 可是 欸 你為什麼 那個飯怎麼又把她弄得到處都是啊 你那個 你吃飯吃快點 多幾點鐘了 趕快吃 你太太看到這一段 大概會很擔憂 就是小孩完全就是 反正一天到晚 我媽媽又不會怎麼樣 我就念念而已 但是我是有一個範圍 他們在這裡面 不管怎麼樣的生活 他們怎麼樣去生長 就沒有超過這個竹籬八 都不會有事 那可是如果超過這個竹籬八 就有一次 我舉一個例子 我的女兒她生日那天 就我們住九樓 但是三樓是我自己的妹妹 她也有小孩 那我自己妹妹的小孩 就邀請她晚上 去他們家睡就不要回來這樣子 可是都沒有爭取過我們同意 她就在下面就晚開了 然後晚上睡覺的時候 就打電話 欸 為什麼還不回家 媽媽就打了這樣子 我妹妹就說 她的女兒邀請我的女兒在他們家 這樣子 過夜 我就 就 毛就豎起來了 對 因為已經 已經碰觸到我的那個 那個範圍的邊緣 我認為女孩子家 如果別人這樣輕易邀請 然後她就 答應 她就答應人家 然後就不回來過夜 我會擔心她以後 在長大成人當中 如果還有其他人這樣子邀請 那她是不是會做同樣的事 我會很擔心她 可是那是你妹妹耶 對啊 但是 也不行 好原諒 我覺得 首先要跟爸爸報告 對 我覺得你的看法是因為 你沒有告訴過我 沒有尊重我是嗎 不是尊重的問題 不是尊重 那是什麼 至少要真是有你的同意 對 你必須要父母親 知道這件事情 並且 答應你了 你可以去做 對 而不是說你自己想要這麼做的時候 你就先這麼做了 我不會常常處罰我的小孩 是 但是有一個界線 當你碰觸到那個界線不應該 對 譬如說對你的父母親不禮貌 對 或者說你對你媽媽頂嘴頂得太過分 這個時候我就會站出來 然後我就會很嚴厲的刺著他們 可是我平常來講 我都會跟他們玩得很開心 所以他們最喜歡玩的人 他們只要想到要玩 就會找我 那可是等到我真的 臉色變的時候 他們就會一起躲到媽媽的後面 對 我大概都是用這種方式 但是我不會很嚴厲 因為我大概只處罰1分 但是我99分 會趕快補償回來給他們 我會讓他們知道說 我剛剛告訴你這些話 但是我是愛你的 那我不是用講的 我一定會立刻跟他們做一些親近的動作 這樣子 所以我們其實在現在看到的慧瑩 它其實跟我們林三剛剛分享的 其實是一樣的 它有一個界線的 可是感覺上好像慧瑩的界線 比較小一點 對不對 很多都不允許的 很多都不允許耶 甚至是看電視對不對 宣美在飾演這個慧瑩 到這個階段的時候 整個嚴厲要擺出來 自己有沒有覺得很辛苦的地方 其實還好 雖然我還沒有結婚也沒有小孩 可是我會覺得如果今天我有小孩的話 我大概也會很嚴厲 我可能也會處罰 就是當有重要的事情 我要你記住的時候 我要知道這是規矩的時候 對 如果一次兩次三次不行的話 我就必須要 要建立起來 要建立起來那個威信 然後讓你永遠記得 這一條線不准越過 不要去 對 可是你在看慧瑩這樣子的 教小孩其實 就像她距離頭她爸爸講的 其實你去嚇到小孩 你覺得她 在這樣子的一個拿捏當中 如果站在孩子的立場 是不是真的覺得 好像有點 沒有給我一個機會去學習 我覺得像功課這種東西 如果是我的話 你小孩子自己有進步 功課進步 那OK 那甚至有時候 你放鬆看一下電視 考完試了 看一下電視 我覺得這都OK的 你要有緊也要有鬆的時候 那我覺得在這一方面 我覺得那是因為她 用自己的個性 然後來做這個教育方式 讓小孩子也要變得跟她一樣 因為她做事很要求完美 對 她樣樣好 她就像女超人一樣 小孩子也有說她是女超人 她真的是女超人 她什麼事都做得到 然後面面俱到 什麼都做得很好 也都滿分這樣 所以她要她的小孩 走一樣的路 雖然我還沒有結婚 可是我覺得很多父母 像說把小孩子 排滿所有的才藝 或要小孩子怎麼樣怎麼樣 那都是因為 父母希望小孩子 的期待 完成自己 未完成的夢 或者是她曾經得過的掌聲 或受到肯定的成就 她要她複製一樣的路 我覺得很多父母 是把這些東西 加注到小孩子身上 可是因為這個時候 慧瑩已經接觸此季了 已經在聽上人的法了 所以當她在做廣播節目當中 她也自己常常問自己 打不打 其實是很為難的對不對 你從這裡當中 有沒有去感受到 其實會營她內心的那種掙扎 有啊 就像上人跟她說 知道不等於做到 其實她有時候在傳達很多理念 她也嘗試去做到 有時候我們看書啊 或知道的 其實往往在生活上實踐 是有困難的 當你知道的時候 你是很覺得很有道理 可是當她回頭 面對家庭 面對她跟小孩子 親子之間的一個相處 她沒有辦法去做到 我覺得這是大部分的人 都會犯的錯誤跟問題 其實會營她 也不是沒有那種自行能力 她其實是不斷地走 不斷地在聽法 不斷地也在修正自己 這時候旁邊的兩位男士 也都是看在眼裡 一個就是德明師兄 一個就是其實她的爸爸 我們發現這個戲當中的這兩位啊 丈人跟女婿啊 還蠻雷同的 對啊 因為同事天涯淪落 就是有一個很強勢的 閒內住 閒外住這樣子 就是我們可以發揮的功能 不太多 你在這個戲當中覺得 一個女婿啊 跟自己的丈人 能夠這麼好的去聊一聊 自己都在乎的這一個 一個是太太 一個是女兒的身分的時候 能夠給這一個太太啊 有什麼樣子的一個幫助嗎 對啊 是一個很有用的推手 很溫柔的推手 我覺得以我自己來講的話 我也有那種感覺就是 當一個人在外面床 就是像老婆她有很多的興趣 是在於去幫助別人 或者是屬於在於宗教方面 她有很多的興趣在這個方面 那你去禁止她沒有用啊 也不可能 人家也不會聽你的 所以這個時候 當然就是 就是跟丈人說 她如果這樣的話 我們可以怎麼樣交互替補一下 我今天有去幫她送個什麼推 來幫我家裡面小孩帶一下 所以我跟我的丈人 反而比較有話聊 我剛剛說的同事天涯的弱人 大概是這個情形 很貼切 所以我大概可以想像 他們家庭當中的情況就是 如果女人她很強了 我們真的就不要強出頭了 因為如果一山有兩 有二虎 那真的還是蠻糟糕的 所以我可以體驗 所以互動當中 其實慧穎有在修正 那德明她自己也知道 什麼時候要做一個 默默無聲的一個人 對不對 那我們就會看到 其實慧穎因為她在這個詞記當中 包括了可能整理這個 上人的開示啦 或是出去訪評啊 很多的詞記師 讓她自己有一些些的體悟 甚至可以去幫助身旁的朋友 在她的朋友當中 有人呼應出了問題囉 那麼慧穎會用什麼樣子的一個想法 智慧法語 為她開啟一條明路呢 請大家明天繼續收看 我們的大愛劇場 《紅塵驛戰》 也感恩兩位今天的分享 感恩 感恩 感恩您收看今天的大愛會客室 我們明天見